让从业羊毛羊龙领域20多年的老板给我们讲讲知识 为什么鹅龙比鸭龙的暖和呢 因为鹅龙蓬松度好 它膨胀的高里面空气多 所以说它就鹅龙比鸭龙好一些 它弹力大了 鹅龙的弹力弹力大 驼龙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一头粗一头细 它的空腔更大 它更薄的 羊毛的鳞片是这样的 表面上鳞片 是三嵌状的 这个羊绒的鳞片 它是环状的 一圈一圈的 同样的细度 羊绒的要比羊毛的贴身穿舒服 因为它细度相同 它的表面的鳞片是圆环状的 不扎身 对不扎身 但是呢 如果羊毛比羊绒细很多 羊毛可能就比羊绒还舒服 哦就是金纺羊毛 再就是呢 这个鹅龙呢 它就是一头粗一头细 带尖的 它所以说贴身穿要扎 哦 但是呢 它保暖是最好的 嗯 这是 这是它这几个特点 在市场上的羊毛有 六十只 六十六只 七十只 八十只 九十只 一百一 一百一 一百二 还有一些黄金羊毛 市场上做的毛泥大多数是用这个 毛泥是这个的 而做针织山的铜箱铺铺做的最好的是用这个 其他的都是这个 而我们用的是这个 这种就是说你皮肤再敏感 也不会贴身穿刺 它的细度只有15.5微米 哦很软哦 啊 它一个是很软 一个是 它一点都不会粘 你皮肤再敏感 你穿我们的东西绝对不会粘 有一点点 羊笼是现在市场上用的羊笼 啊 市场市场货就是说什么 第一个是康泰尼 大家都知道是吧 啊 再这是欧尔多斯 大家知道 他们用的 其中有一个高端的刹 叫A类刹 他们用的是16 到16.2微米的 B类刹第二等级的 它用的是16.3到16.6 第C类呢 是指的 它用的是16.5到17.4 微米的 芝和 这些品牌 还有 马斯特尔 这些 还有保姿 他们用的是什么 他们用的是15.8 以下 嗯 做粗法 嗯 嗯 还有P Columbo BC 这些超一线设置品 还有爱马仕 这个 他们基本上是控制到15.1 微米 嗯 普通的设置品 你像可路易啦 还有这个 罗伊威啦 什么的 他们就是控制在15.5以下 这是 羊龙市场的现状 嗯 我们现在用的是粗法 用的是这个标准 我们的精法就是用的这个标准 嗯 你看我穿的这个精法 就是这个标准 嗯 空气就是空气 它锁定的空气更多 所以说它就更柔软 这就是 越细的毛 越细的龙 越贵的原因 像这种 羊龙 哎 像阿拉善地区 一共就100吨左右 100多吨 一共产200吨 有100多吨 短啊 或者什么不能用的 再就是海溪州有一点 海溪州只有青龙和子龙 再就是新疆的塔城和阿卡苏 有一点 你像Lauropeana 它为什么不跑链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在做的就是做专业的羊龙 为这些企业 一个定位的 嗯 这一个供应链 因为我们现在Lauropeana 做得非常好 我们再讲一下Lauropeana 我们在那个 收羊龙的地方 一般优质的羊龙的产区 都是环境比较恶劣 周夜温差特别大的地方 嗯 一般是沙漠边上其实比较冷 它是白天十几度 晚上有可能40度 零假 零下40度 我们发现Lauropeana 就是说特别耐饱满 就是说 它不像羊一样 有的时候 血崩了之后 它还容易冻死 冻伤 但是Lauropeana 从来不会有这个情况 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研究Lauropeana Lauropeana 原来皇上盖的被子 就是Lauropeana 因为它保暖 它的保暖是羊龙的两倍 嗯 所以说呢 我们就根据它这个特点 我们实际上一开始走了很多弯路 十年前我就开始研发这些东西 研发这些东西呢 发现它做成衣服渣 我们试了好多种工艺 都不行啊 最后放弃了 放弃了呢 但是我们在阿拉善地区 在收羊龙的时候 又遇见这个 可伦布 在这个哥伦布 对那个Lauropeana 在收骆驼龙 哎 我们又研究 研究了之后 我们发现它做出来的面料了 还有一些贴身穿不扎的东西了 特别好 甚至比羊龙的都要好 所以说呢 我们就用骆驼龙 开发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市场上的骆驼龙是硬 但是我们呢 只收 两岁以内的 baby的 它比羊龙的还要细 更舒服 这是驼龙 小骆驼龙 baby驼 市场上那种驼 那只都是大骆驼 那个就便宜了 嗯 你摸一下我们这 哦 真的是啊 对 这种大衣 Lauropeana专柜 像这个质量的 嗯 就卖15 15到17左右 这种常款 温龙都是 咸微细度是19到20的 这个只有15点左右 15点几 就更细腻 baby的现在全中国 全最好的都产自于阿拉善沙漠 甘肃那边的沙漠 还有新疆的沙漠 哦 这几个地方都是我们收羊龙的地方 因为羊龙的产值对牧民来说大 假设这个牧民一年收入100万 80万是羊龙 只有20万是驼龙 我们收羊龙的时候 价格稍微好一点 这个就都给我们了 哦 蚕丝加骆驼的面料 里面是白鹅龙 蓬松度是8-5的 手感好好 这是头两天那个青岛给海信香肠打折2.6